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RUN一下说 你投资的这家公司 第一季经营绩效好不好 你像刚刚红海跳出来 大赚 两块而已 第一季他大赚两块而已 很棒吗 看你用什么角度的下去看 这个股价也不贵 对不对 而且也六十几块跌下来了 在这边 第一季赚两 股价也跌下来了 这边赚两块 可以考虑 再看看 前两天的期货大沙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到追缴通知 听说灾情非常惨重 已经有投资人告到期交所去了 就是 因为营业员嘛 营业员什么的 他们的内控制机制 帮你停损掉 那你停损掉 刚好也不给 有一些投资人 他保证金不足 会有一些纠纷 那当然因为我们一开始开户的时候 就有授权书说 万一怎么样的话 券商本来就是可以停损 那那个停的价位都不是很好 因为那个 不到二十分钟 你知道吗 不到二十分钟 杀了快一千点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台积电 没事哦 跌个几块钱 突然差一点跌停板 联法科也差一点 差一档跌停板 你就知道那一天的砂盘 那种状况 根本就是史无前例 所以你要特别了解 有时候不是老师 怕你赚钱 有时候你就是保守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听说违约交割没有很多 那结果今天交易所刚公告 听说有九千多万 有九千多万 那这九千多万是反映 T加二嘛 就是前两天的 那到底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看你用什么角度下去看 史上最大跌幅之后 这两天开始收下影线 今天大盘是涨了 涨156点 小涨了 但是我还是那个看法 你如果说你要大规模买进 什么航运股啊 什么的 你先看三天 我是觉得说 真的股票跌下来 我这两天真的看到蛮多 有的没有的一些消息 你说那个新闻就不用看了 就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就乖乖待在家里面 乖乖待在家里面 追剧就追剧嘛 反正天气那么热 对不对 你总不会还想去地点喝茶吧 不可能吧 对不对 那些人去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对不对 不要什么人与人接触 这是什么东西啊 机管局常常发明一些名词 这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是什么东西 我都搞不懂 反正你就是听听就好 看看就好 然后把自己顾好 因为你自己没有感染 没有感染的机会的话 断绝感染的机会的话 你就保护好你的家人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那台经历人跌到518 到底这样子拉起来 是真的还假的 那昨天跌嘛 对不对 今天又涨嘛 那到底这个 这一根壁雷针下去 到底是先人指路 还是说 多头抵抗 还未定数 还未定数 那以本人的看法是 劝你不要碰 你不要以为 玩台积电 玩0050 不会被断头 没那回事 没那回事 都有可能 去年那个三月初 开始全世界爆发疫情的时候 啪下来 我图卡是 那个作废了 那时候我把台积电印下来 台积电 你玩台积电 你价格买错也是断头 买0050 买价格买错也是断头 不要怀疑 连ETF都会断头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你要沉住气 然后就像我测标给你写的 这礼拜跌得很惨 那去想办法嘛 你现在反正又不能出去玩 又不能出去聚餐 又不能出去唱歌 又不能出去泡妞 又不能出去看电影 也不能出去逛街 那你就乖乖在家里面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讨回 你这次输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是毕业了 毕业了就赶快去赚钱啦 懂我意思吗 该去FuPanda兼差 你就赶快去FuPanda兼差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Uber Eats 你就反正就赶快去了啦 不要再想了 赶快去赚钱 赶快去赚钱 可能你赚了钱 还有机会回来再Pay一下 这样才能成为赌徒啊 投资朋友 我刚刚讲的都是在鼓励你 这样才能成为赌徒啦 对不对 割不死的韭菜嘛 打不死的蟑螂跟小白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想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逃回来 你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我觉得你找一个有能力 帮你逃回来的人 当然你说老师 那你今天买滑龙 买了也没有涨啊 那我说是事实啊 那如果下礼拜涨 对啊 那第一季他赚两块 现在才二十几块 我为什么不敢买 对不对 三十几块你说太高了 涨太多了 那现在二十几块你敢不敢买 我讲这一支啊 我讲华融啊 那我确认给你看 四月九号的时候在这边嘛 买完隔天也是跌啊 买完隔天跌啦 后来才往上走嘛 那这边整理一下再上去嘛 最高来到三十几块嘛 那现在跌下来嘛 跌下来回到这边嘛 对不对 回到这边啊 你现在接下来怎么做 本来就是这样嘛 那你说老师啊 你没有做航海王了 啊航运股怎么看 那今天 哦 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都打跌停 只有万海拉上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 哦 啊怎么差这么多 对不对 为什么长龙跟阳明还躺着 然后他就已经上来 万海就上来了 啊钢铁 钢铁今天也没有上来啊 今天钢 今天中钢也是大跌啊 盘价开高了 盘价也是调涨啊 问题是筹码太乱 他今天还是跌 他今天还是跌 但是整个趋势 你自己要去看清楚 你要怎么看 对不对 破铜烂铁 我讲这么久 从4月9号讲到现在 对不对 还好我们没有买第一桶 第一桶还跌停 盘价还打到跌停 可是华欣就相对强 对不对 华欣他就相对强 不过华欣太大只了 而且他开太高你知道吗 涨半只停板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去看一下 我是希望你赚钱 但是有些人他看节目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就参考一下嘛 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也是跟你讲 参考归参考 哦 啊不要哦 不输掉 去皮皮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多人 99%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是输得起 可是有些人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是输不起 哎 输不起的人你不能来赌场 台湾国外市场是赌场 你不能来赌场 你输不起的人不能来赌场 为什么 到时候你输了耍无赖怎么样 哎 会被 会被那个保安啊 保全啊 流氓啊 看场人拖出去扁一顿 你懂我意思吗 你怎么可能去那个赌场杀眼 这市场就是这样 赌场的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了解 接下来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赌徒 古民啊 古民 这两天放假反正也不能出去 你就想一下 我要怎么样 对不对 把这个礼拜输得要回来 不要多嘛 把输得要回来这样就好了 那你要去看嘛 你看哦 中刚 哎 这几天46块5马五变33块7 哎 两三天而已 他跌28%呢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跌比较少呢 哎 这股本你知道有多大吗 你不要开玩笑了 他是全职股 他是1500亿的 才两三天而已 三四天而已 跌了28% 如果除以4的话 4728 一天跌7%呢 再旧制的话 他是四天跌停板了 我跟你讲 可是你要去看 他中长现在买点就浮现了 你去把它看 打开来看 如果这个不是头部 对不对 当然你说老师那你在这边做的话是 要设好停损停利点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快速拉回 他有可能快速反弹 他也有可能快速反弹 大成钢也是啊 还跌破平台 对不对 跌破平台 跌破这边的平台 那其实他已经快回起张点了 他差一点点就回起张点 所以他相对又跌更多 大成钢相对又跌更多 所以下礼拜很多股票 是蛮有机会的 我看是很有机会 他并不是基本面不好 他现在都是洗筹码面 都是融资的关系 融资这边 非常不客气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所以融资清洗浮而完 今天应该砍更多出来 这样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包含我们今天买华龙 第一季赚两块 除非同价暴跌 昨天只是震荡而已 转头之股也不错 然后你看 我会挑这一档是因为再打下去 就是打到这几天 这几天是大户进货的大量成本 前一波打下来 还没碰到就谈 就连续谈了五天 这一波打下来 这一波打下来 今天也回撤了这个大户的成本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下礼拜就上去 而且它是四天 四天跌掉37% 这也是很凶 这次很凶 就是这个礼拜才跌了 上礼拜它还在涨 对不对 这礼拜跌了 那你看它怎么跌了 它就怎么上去 怎么跌它就怎么上去 但是你要严损停损停利点 当然是要严损停损点 因为我们是抢反弹 抢反弹就跟你讲抢反弹 你说在这边买的 在这边买的还不用卖嘛 对不对 那就算我告诉你不用卖 你这边涨到这边 涨一倍多了 涨130几%了 其实早就卖掉了 其实你也早就卖掉了 所以操作上面 我还是强调说 下礼拜强反弹 如果你自己做 要设好停损停利点 灵活的操作才是自身的关键 你一定要记清楚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赌徒 适合什么样的战场 你要挑对战场 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我话我讲得很清楚 你要搞清楚你是什么样的赌徒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战场 你才有机会 掌握到自己的优势 反败为胜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3366鼎夜投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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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定期上线 相信从鼎夜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鼎夜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耳85113366 85113366 顶夜投顾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罚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在回来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个盘下礼拜还蛮有机会反弹的啦 因为这两天都没有破底 而且高点有过前一天的高点 这样就是有机会 那有机会呢 你就看嘛 到底是电子有机会还是传产有机会 就像我上半场跟你讲说 我买华龙嘛 对不对 我直接跟你讲 你去看先进光这档股票 你仔细看 这档股票总共标了两段 第一段整理第二段再表 好 不管你买在哪 反正跌下来你就哀哀叫嘛 对不对 可是当跌下来的时候 你看哦 前两天的先进光就来了个破线 跌破这边人买的成本 这其实大部分成本在这里 他故意给他跌破 跌破之后啊 连这边买的人也都投降了 停损 结果昨天开始拉涨停 今天直接跳功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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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清楚哦 大户有时候他的座驾 他会故意在线啊 坐线的上面 故意给你破线 破线一两天之后再给你挤拉 反正你都停损了 你即使跟他一样买在这里的 全部都停损了 这个是技术分析里面啊 的应用 你看哦 像华龙 今天差一点跌停嘛 他就是把这边哦 你跟大户同步进场的买的成本 通通在这里啊 通通在这里 他给你跌破 那下礼拜一如果开低的话 你要注意哦 他可能瞬间就上去了 反正你手上没有 而且他们都很敢 他们就做这种股票都很敢 我希望你是来赌场赚钱的 懂我意思哦 但是赌场之间有什么禁忌啊 或是什么的 你自己要去了解 有时候我们告诉你 没有用啊 你要自己去体会嘛 做股票当然有风险啊 你看这礼拜跌这么惨 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风险呢 有啊 总统喊话有没有用 没有用 主委喊话有没有用 没有用 工会理事长出来喊话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都没有用 你懂为什么 你市场来赌场就不要太天真 谁喊话都一样 你看IC设计 今天怎么跌的 到昨天为止天狱跌了45% 九阳 这个九打错了 九阳 八零四零的九阳跌了57% 诱华跌了55% 生全50% 你看你自己看就好 然后四星 这个超过六成 这个超过七成 这个六成 这个六成多 早就跌翻天啊 你今天会看到长龙 阳明跌停板好可怜 有吗 他们很可怜吗 不会啊 我觉得还好吧 人去这么多 才跌三只停板而已 对不对 才打三八掌而已 对不对 二六零九阳明 老师我知道它基本面很好 我过完农历年 每天跟你讲说 我要做航海王 叫你买航运股 你每天都不理我 每天给我吐口水 最后涨上去之后就说 老师你好棒棒 为什么你都会给它争效 对不对 当初你也会 欣赏说 老师你那个九阳 涨到78块好厉害 那跌下来的时候 不是更厉害吗 跌下来更厉害 跌下来更厉害 你怎么不讲 对不对 我知道啊 我知道它16、7块涨上来 涨到78块 我是78块79块 我知道啊 那怎么样 它跌下来也很厉害 高点修正下来57% 你受得了吗 这个高档下来70% 你受得了吗 你受不了啊 但是其实你自己都很清楚 什么可以追 什么不可以追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说 有一个人 叫做阿呆 阿呆老师 阿贤 都会跟你讲实在话 可是你就是 硬要跳就好了 你也不知道 那是靴子 你就是硬要跳 对不对 飞蛾一定要扑火嘛 为什么要扑火 再来讨侃自己说 阿我就小白嘛 我都小白啊 对不对 跟你讲说 强反弹完了 你赶快跑 哦 不快跑 还把老师干掉哦 哦 说到 老师哦 怎样怎样 你如果不一定对了啦 好吗 对 我跟你讲哦 我是很想做好人啦 我有时候被投资人这样洗臉 洗到最后有点说 常常我就说 好那你自己加油 没想到跟你说啦 你了解什么 你礼拜三 涨停不走 你今天又跌停了 又跌停了 又在骂我们家小编 说 哎呦呦呦 好可怜 你再救我一次啦 我跟你说 我这一次相信了 哎 啊你节目也没有看啦 这边也是有反弹 反弹之后破底 啊这边要反弹 那万一之后又破底 那请问一下反弹 你要不要卖啦 国具五七四出 老师没什么赚 你还叫我出 昨天393.5 今天涨停板又怎么样 你懂事吗 五七四跌到393 你就输了 你输多少你怎么知道 你有去算吗 你要不要去算一下 公司十四库长股 这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昨天就破400了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嘛 但也真的是跌过头了嘛 那我也是有提示啊 可是你说老师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买 我说这个价格 我还不敢下去买 就这样了啊 其实大家还是会质疑啊 就是这样嘛 那我买了明天还更低一点 那你要不要买 先看看 那不是这样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买了明天会大涨 那今天一定要买 对不对 啊买了明天不一定会跌 不一定会涨 可能会跌 那就先看看 要不然买少一点 对不对 最好是观望比较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好像有点失去理性嘛 对不对 在古庙大家都 最近都消消了嘛 对不对 中钢 什么时候可以买 中长线买点线浮线 我跟你讲 钢铁不是走 一个月的多头 我知道它四月才开始涨 我跟你讲 它不会只走一个月啦 这都刚开始而已 钢铁会走的比航运还要久很久 你自己到时候 你自己仔细看 它不是像去年那个口罩 就涨了两三个月 涨完就没有了 它不是啦 你要去看国际上面的供需 对不对 你口罩很容易被替代嘛 你只要生产线做得出来 有融喷布之布 就可以做了嘛 但是你要去想 如果航运要涨价 它是不是要坐柜子 要坐船 如果没有柜 也没有船 也没有船员 那怎么做 怎么运 钢铁也是啊 你要做扩大基建 你要怎么做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啊 同志朋友 刚刚跟你讲 仙境光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 看到这种线细 你会买吗 你敢买吗 看到这样的K线 你敢买吗 找盘好好的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又打到迭体 尾盘全部被收走 他们还真会当冲 真的很厉害 很佩服他们 可是你要去看 他已经跌42% 这股票 这一档是一个月赚1块3毛9 还打到跌停 你就知道这些当冲 真的 我觉得真的 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 找盘看还好好的 收盘变这样 那搞不好 下礼拜就扭转情绪了 就扭转情绪了 那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